你看有人就评论是都写 李娜的真话 是这个社会的敌人 你就好比说 我再假想说 要是有运动员 世界冠军 采访他 他说我就是为了钱 我甚至我也不为了国家 我也不为了什么热爱这项体育运动 小弟就是为了这个奖金 一百万美元 所以呢 我一直努力到现在 今天到手了 我很happy 这个应该受到批评吗 这应该也不会了 但是身为社会人物 公众人物可能是不是 对 你还是有底线的 还是有底线 我认为这样都很好 不真话就行 你说真话是一回事 可是得体的话 不一定是等于真话 我们人跟人哪碰到谁 你说你漂亮 我刚不是说 又婷很会穿衣服吗 穿妙话 穿妙话 也是很得体的话 又不这么说啊 对 所以说得体的话 不一定是真诚的话 或说应该这样说 真诚的话 也可以有不同的说法 或说选择什么时候说 我们可以不说谎话 可是不需要勉强记者 什么时候都把所有的真话 讲出来嘛 我们可以讲某部分的话 我觉得假如在一个环境 当大家都讲得说 这个体育运动怎么好 或说我们国家 怎么培养人才的时候 突然有人这样子说 我不是啊 不是为国家 我也不是为记者 我为了钱 为了钱去买个房子 然后再炒卖 然后再退休 也是真话 可是很不得体 好像大家在吹一个气球啊 突然有人在旁边 无缘无故 拿个针来戳它 我是想戳啊 可是你需要这个时候来戳吗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活 或说里面的智慧吧 什么时候就讲什么样的话 是 嘉辉讲的这个有道理了 这个就是主持人琢磨的问题 今天呢 很多人讲啊 叫玩个性 或者说耍酷 或者说我就做我 做我自己啊 做我的这个什么 真我 我想讲什么 我就讲什么 这似乎没人能说 你有什么错啊 可是实际上啊 咱要说更高班一点 更高干一点的讲的话 它有个恰当不恰当 是 合适不合适 有这么一个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 我说主持人 你就考虑这个问题呢 你在一个场合里 对吧 对 你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也许它是一个真话 可是如果台下坐着的 都是这件事情的相关人 你说的这句话 会使得他们今天整晚上都不开心 那么你要说还是不要说 你要说啊 我不说就是我虚伪 我觉得也许你可以选择另一个场合 是 同样表达你的真诚 那就更就是更圆满 对吧 大家又了解了你的立场 了解你的意思 但是你知道吗 有的人就觉得这样做人好憋屈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里边就又讲到一个更残忍的地方 这个人呢 你真的是要强 你知道吗 有本事可以胡说 真的 到我一病的位置的时候 你就可以胡说 可以胡说 真的就是你可以不管这么多 因为谁叫你有才呢 没办法啊 就是社会宠着你 你没人有你这个本事 但是你看很多人没有任何才能的人 他怎么办 我也是这脾气啊 是吧 我我觉得我比李娜更想那个什么活头争我 但是你知道吗 你活不下去的 可是我觉得相较相反 就是或许你就是没有被 不是变成一个社会人物的时候 你才可以畅所欲言啊 因为你的影响可能只影响你旁边的同学 你的公司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公众媒体前面 我就不可以畅所欲言啊 因为你做的是社会责任 以及社会的表率 你影响的是几万人 几千万人 几亿人 大家以你为感 快摩说你就不可以这样这样 你就不可以 可是每个圈子都有它的避讳嘛 也很难说每个圈子都能够畅所欲言 你在office就不能 或者说你在家里 你妈妈煮菜给你吃 好难吃啊妈 你说爸妈妈那么丑你 你吃得下吗 你也是讲真话 不是这样就引起家庭革命 而且真话假话这很难说 你刚刚讲到自我耍个性 就让我想到以前我闯过一个祸 以前我在一个公司上班 有我的下属嘛 整天又开口闭口 我要超越自我 我要超越自我 其实无所谓啦 年轻人 可是我刻薄 我就受不了 我就告诉 问他一句 你要超越自我是吧 好啊 可是你自我起点那么低 超越了自我也没怎么样 那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根本整天要超越自我了 哇 可能伤害了他的心 从此他对我台面台下 做了很多的攻击 我才想到原来伤害一个 他自我膨胀的人的自我 是那么那么可怕的伤害 所以那个那个以后 我就不敢畅所欲言 但是这个东西啊 还真的就是说 你自己耍性子啊 你就坚持你自己 到最后呢 你获得了自由 你知道吗 你看我们周围都会有这种感觉 一个人说话肆无忌惮 他总这样的话呀 大家就接受了 他就是这个性格 对吗 或者说他这个说这种话 或者他跟人发脾气 不会有人给他计较 因为知道这就是个性情中人 他从来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你看 他反而也得到了某种自由 你们会原谅他 是 你也不会觉得 他冒犯了 但是在谋合的过程当中 你得就是继续坚持下去 有很多人在这个谋合的过程当中 因为肯定他在展现自我的过程 大家在接受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是有很大的反弹 你知道有的人啊 他谈不到坚持 他是根本就不知道 这位人的反应 好幸福哦 他的命 他没有别人的选择 他就是 他很幸福 对 我公司就有这个 我特别喜欢 恰恰恰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变换 红花狼 幸福就在离海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那是不是该讲林书豪了 对嘛 讲讲台湾的 林书豪 人家现在都写成书 书球的那个书了 是啊 林书豪 是啊 你还爱他吗 我还是爱啊 我还是爱啊 不是 我应该是说 他就算只赢那么一个月 就只有那个二月的光辉的二月 他现在三月时代杂志就骂他 二月把他变成封面人物 三月时代杂志最近写了一篇 我这样骂林书豪 说怎么可以一直输球这样 但不管如何 他起码只要他是那么 曾经历史上一个月 他是封面的时候 对 我就觉得他鼓舞了我说 一个人只要坚持你想做的事情 总有替补上场的时候 总有替补上场的时候 那你就那么一个月 我觉得 在MBA打球谁能那么一个月啊 多少人死在沙滩上 没有像他有连一个月都没有 没错 反正我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怎么讲就是你看到旁边那些那种高头大麻怪物 你还觉得你可能 你已经被流放边疆那么多次 要是我是哈佛的学生何必 我也有我的自尊啊 你知道我在台湾我就感觉到这个林书豪火的程度 当然是在大陆都很火 但是你们想象不到在台湾火的这个程度 那几乎是所有的节目啊 说话里话外都要带上一句林书豪火 你说这件事就真的相反 这个就不是林书豪说我为什么台湾打球 这没有 因为林书豪从小就一直在美国长大 所以这整个人是等于台湾的人去把他 就是真的台湾以你为荣 这样把他拉过来 一把他贴过来这样 重点在于说台湾也没有强迫林书豪火 你也要以我们台湾为荣 也没有嘛 台湾真火啊 我也刚去了台湾嘛 碰到很多中年的朋友 是中年的朋友的老婆的爱林书豪爱的钥匙 甚至有一个台大教授告诉我说 他老婆很清楚告诉他 说假如他今天碰到一个林书豪这样的男人 我愿意跟你离婚 把我那个教授朋友气得要 我跟你五十年的夫妻关系 你愿意会这样 比不过这样小人 一半岁的哈佛小子 没错没错 但是林书豪自我的认同 他是美国人是吧 对啊 他说他是美国人 他倒没有自我 我觉得这到大家出问他 他倒没有去认同什么 但是例如说大家有问他 你感谢谁啊 你今天有这个成就 他感谢谁啊 他第一个感谢上帝嘛 哦 因为他有 那却没得别人 那就没得别人 他就非常虔诚的基督教信仰 电视剧 我觉得他感谢他的父母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都可以念到哈佛的学生 你可以让他留在NBA 就是打板凳 而不会觉得说 你应该要去什么 金融界赚赚钱 或者是会 去哪里做件事 好像从来没有美国人说 被问你感谢谁 他会说 我感谢民主党 我说感谢国家 我感谢美国贵国党 对啊 就是奥巴马选上 也会说 谢谢上帝 奥斯卡奖 颁奖 他们一般都 感谢一些具体的人 是 感谢导演 感谢老婆 感谢孩子 他没说感谢美利坚 何种国 对啊 对啊 真的就感谢上帝 对啊 这挺奇怪 蛮好玩的 对我后来想 为什么感谢美利坚 我想像 我想像 我给了他一切啊 假如有一个英国人 也是英国明星 我感谢英国工党 感谢英国 历少白 对对 感谢女王 那是蛮 蛮 派回来的竞选代表 一定把他送去 那个精神病院 那情况是不一样 可是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喜事录 你刚说他突然要好什么